我的孩子在阿尔玛丽肚子里不是还没出生的吗 妞妞可是越长越大了 我打算把她培养成人才 我要培养她上天入地 我要培养她亲戚说话泱泱都行 让街坊邻居们将来都知道 不光咱们家房子的首富是我不得 妞妞这个人才也是我投资的 好 我给你鼓掌 怎么样 首先呢 我觉得还得让她学习传统艺术 传统艺术你就不用投资了 怎么呢 我就能教她 哦 我想起来了 我爸年轻时候在文化馆说过相声 说得还挺好的 好啥好啊 你也没出名啊 这多年不说了是不是都不会了 我还是给他敲个书 我告诉你千叔叔 你别瞧不起我 怎么呢 我没出名是因为我没有好大 我现在要有个搭档 我现在要有个搭档 我好好排练排练 大伙鼓励鼓励我 我就能上辽宁卫视春晚 爸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也说过相声 怎么的 就你还说过相声 那年我们学校校庆 弄了一百多个同学在台上说相声 就有我 一百多人那叫大合唱 宝贝 你甭管大合唱还是相声 你敢不敢跟我合作一把 你敢跟我说吗 我敢 诶 诶 试试 试试 试试就试试 都给 哎呀 二五 这俩干啥呢 练拳机呢 什么拳机 这是摔跤 你什么摔跤 我跟爸要合作一段相声 相声 这边把观众来的 观众 你坐呀 你坐呀啊 铁房林家们你们都瞧好啊 我跟我爸合作一段相声怎么样 你肯跟斗根 我斗根 斗根站这边 开始 说得好 连站哪都不知道 行 来站就 开始了 这么多讲究 那个观众好好听 上台鞠躬 这个我们爷俩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 您千万别忘了鼓掌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说学斗唱 今天就给大伙表演一段最难的 那就是唱 你要唱什么呢 我要唱一首这个特别难的 耳熟能详的 节奏比较欢快的 蜗牛与黄蜜鸟 这首歌好听 但是我别一个人唱 咱俩合作 既然合作 那咱就俩一块 好吧 我唱一句 你唱后撒字 你唱完一句 我唱那后撒字 好好 没问题 那咱就开始了 开始 后撒字 阿门阿天一棵葡萄树 后撒字 啥呀你听见啥了你就鼓掌呢 不是爸呀 说错了 后撒字是这一句歌词的后撒字 后撒字是啥呀 葡萄树啊 再来啊 我以为穿后撒字 阿门阿天一棵葡萄树 葡萄树 阿门阿门绿的刚发芽 葡萄树 我真是推不动你 后撒字改了 这不刚发芽了吗 葡萄树改刚发芽了 第二句来说 背背词啊 你别着急 我是你年纪大了啊 葡萄树刚发芽 葡萄树 记住啊 哎呀 再来啊 来吧 阿门阿天一棵葡萄树 葡萄树 阿门阿门绿的刚发芽 刚发芽 我牛背着那种种的壳呀 葡萄树啊 我让黄鲤鸟多你 这啥呀这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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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太好了 说得太好了 好不好 哎呀 我觉得我说的挺好的 这孩子你看乐乐多好看 打下声就这表情 哎呀我不理解 你俩为啥要说下声啊 哎呀我们俩要教妞妞 传统文化 我教妞妞说下声 对 妞妞也不在呀 哎 嗨 教我呢 我我不行 我听行 妞妞 你学不容易 来来来来 教我有事吗 来来来 老爷家你 哎呀我正忙着呢 哎哎哎 妞妞 小店哥哥来了 小店哥哥来了 小店哥哥好 来来 坐 妞妞啊 那个老爷跟你商量点事啊 啊 我想教你 学一点这个传统艺术 对 老爷教你说相声怎么样 行啊 行 那我现在就开始教你啊 老爷说你认真听啊 说我请您吃蒸羊糕 蒸熊掌 蒸肉眼 烧花鸭 烧鸡鸡 饼猪肉鸢鸭 顾鸭 咸羊腻肉 梅花露的尾巴你也敢吃 野生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朋友 哪有你这么对待朋友的 看这意思还真得改一改 你看人牛牛思想境界多高 牛牛你告诉老爷怎么改 你把凡是带有野生动物的都改成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好主意 说我请您吃蒸羊糕 蒸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蒸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烧花霖烧出鸡烧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你在屋里都听不下去了 你教孩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蒸明灵过来来 你爸爸给这儿教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呢 说说你爸爸吧 教的啥玩意 这么教孩子不属于误人子弟吗 我都看没趣了都 爸不是我说你啊 现在都提倡保护野生动物 妞妞都懂这个道理 你还在这儿吃吃吃 您看您的肚子都成什么样了 还吃吃吃的 你想让妞妞长大了 跟你一样啊 就不能教孩子点别的呀 小美丽 你心里没数啊 方爷爷不会跌的呀 你拿不拿你会什么呀 你在这儿说过两话 我会可多了 我会的 那你教一个 娘娘你过来来 他要教 小茜哥哥 教你地方戏曲 看好了啊 大嘴 我说命运呢 上一边是不是 你这叫地方戏曲啊 你这瞎胡闹 上边去 妞妞啊 别听她的啊 跟你说啊 小姨告诉你 女孩子啊 就应该学跳舞 这样呢 不但能锻炼形体 还能锻炼气质 这样小姨教你学跳舞好不好 小姨 我能不能不学 我那边还有正事呢 小孩你有什么正事 不行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必须得学 你看着啊 小姨现在教你 音乐 小姨 你能不能别跳了 我看跳舞我就迷糊了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怎么迷糊呢 小姨跳得不好啊 我跟你说 小姨这可是跟正规的老师 写的舞蹈 你那叫什么舞蹈啊 人家牵手观音 那才叫舞蹈呢 这孩子你 二姐夫你看他呀 我好心教他学跳舞 他不学就不学吧 他跟我顶嘴 我是谁啊 我是他小姨 我不是他小妈 这孩子你说 谁教育的 一点礼貌都不懂 我跟你说 这点我早就发现了 但是不能怪孩子 孩子小的不懂事 怪谁啊 怪他爸 怪他妈 我告诉你 我是没时间 我有时间 我好好教育教育他 这个事就怪大姐和大姐夫 尤其是这个赵刚子 赵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教育孩子 说啥的 我正在教育小米粒 小米粒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在咱们家太霸道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长时间找不到男朋友 就给惯坏了 你知道吗 说什么道的 你说谁惯的呢 妞你怪的 你怪我 大姐夫 你说这事不能怨我 我打算培养妞妞 上天入地 亲戚说话 他们都乱教 他小姨生气了 是吗 是 我问问妞妞怎么回事 妞妞 爸 妈问你个事啊 怎么了 让人小姨不高兴了 因为啥呀 他教我的 我都不爱学 你听听 我说的对不对 哎呀 小米粒 你那是什么玩儿教孩子 卡卡 什么呀这是 孩子能会跳这个吗 合适跳这个吗 还有爸 你也别乐 相声那是有基本功的 你都多少年基本功了 你一辈子你都没说好 让人一下子就没说好 还有你 你喝喝啥玩 哎呀你的命运吧你 想考虑考虑 妞妞啊 我觉得孩子学习 就应该从简单的到难的 你比如说咱先学点生活常识 对吧 我想个题啊 我想个题 哎呀等会儿吧 什么味儿 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了呗 着火了 着火了怎么办 着火了 行 哎呀 妞妞起来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 哦毛巾是湿的 太棒了 我宣布啊 这次消防演习 获得冠军的 就是我们家的妞妞 哎呀你先去哪里 哎呀你演习呢 爸呀 我刚才喊着火了 你整个脑袋塞锅里干啥 你不怕烤葫芦 不是不是防火吗不是 哎呀你是防啥火 王小千 啊啊 我刚才喊着火了 你干啥你在那啊 就防火呢嘛 你以为你驼鸟啊 你骨头不固定啊 你捞кий啊 他还不 modes 小米粒呢 小米粒 小米粒 哎小米粒从哪儿 我灭了啊 啊 好马了 那致哪啊 我家妞你撂挺快啊 我把他喊着火了 你撂哪儿进来 我跳窗那个自救去了 二十八楼啊 你自救我你那是自杀呀 再一次为我们的冠军鼓掌 你说不用鼓掌 他们都是我爸爸教我的 赵刚大 消防常识你也能不伴啊 那咱是干啥的呀 咱是干啥 咱干物业的呀 那我还半门目鼠了你看 爸爸 我知道大家都是为我好 但是你们教的那些 有的是我小学要学的 有的是我初中 高中要学的 我现在就需要学的不是这些 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要学做人的根本 好呀 妞妞啊 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 爸爸呢想跟你报一个 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班 太好了 我喜欢 真的呀 妞妞我跟你说啊 不管是学什么 还是将来做什么 都要先做人再做事 人成则事必成 这是咱中国人的根 也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妞妞 咱要做就要做一个 出彩的中国人 好 好 你看我跟你说的多好啊 我跟你说呀 就要靠你们这一代 把咱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还要发扬光大 生的真棒 东西神神秘秘的哎呦 哎呦这你写的啊蒸蒸日上 哎呀那肯定是送给我的哎呀不是我要祝一个人生日快乐 哎哎二姑父妞妞这个要是送给我的那该多好啊 小翘哥哥这就是给你的祝你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我小姨过生日那天你不是说了吗 你和我小姨是同一天比他晚一个月就是今天啊 这你都记着啊 不光记得你的生日家里人的生日我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了 老爷9月8号姥姥7月6号爸爸10月13号 老爷9号二姑父8月7号 我看看吧